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姬姬小燕 看到没有这又是今天的快递 这些快递的话可不止两个 看到没有这客厅这里都是 像这些快递的话 都是粉丝寄给我们回收以及置换的 然后我们后台会有师傅进行评估 因为上一个视频的话 还是得到很多网友的敬爱 那么我们今天的就随机 抽一个快递来进行检验一下 看哪位幸运的小伙伴 来我们去那边检验一下吧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也来随机抽一位幸运粉丝 来给到我们寄来的什么机器 还有个小纸条 回收苹果11 这个已经报过价的了 是2750 翻行检查 谢谢 置换的 难怪 置换是13Pro 128G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机 它的机放到底如何 是一台白色的iPhone 12 12的话可以看到它跟我们日常的不太一样 是它贴了这个膜 我这个我们检验的话 都是需要撕开来的 哇塞 这个机主也保护的太好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这个边框 哇塞 这保护的也太好了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 12或者13像这种铝合金的边框的话 它是很容易掉漆的 但是像这位机主的话 你看到没有这个外观被保护的特别好 都是没有什么磕碰的 而且这个螺丝的话 也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是没有被动过 没有被拧过的 初次判断 可以认为这台机器 它是没有压过盖板的 而且屏幕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贴了一个防窥膜 我们要把这个膜给撕掉 因为膜的话 对于我们手机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是没有划痕 也没有打磨的痕迹 太漂亮了 它是一个国航双卡的 然后呢是128G的一个内存 现在市面上已经非常少了 因为这种机器的话呢 它是属于15.4的系统 现在大部分的系统的话呢 都升级到16了 像这种机器的话呢 我相信还是市面上比较多人找的 是一个原装机器的原装电池 有达到85% 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好了 那么这位粉丝的话呢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 你的这台机器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客服当时给你承诺的是2750 我可以再加多50 这台的话呢 我可以28收 那么这换13pro的话呢 我拿出来给大伙伴们看一下 来这三台13pro的话呢 大小内存都放在这里了 来给大伙伴们挑一下 因为这位粉丝的话呢 它是没有双卡的需求 所以呢 我给他推荐的是美版的 这台的话呢 是128G的 它也是15.5系统的啊 那么这一台呢 它是一个100%的电像 充电只有76次 这台机器呢 也是一个量级的标准 可以看到都是没有任何的刻横的 大家都知道iPhone13的话呢 它具有高刷 而且的话呢 它的续航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采用的是A15的芯片 跟6GB的运行内存 真的是可以吊打市面上大部分的手机了 在未来使用个三五年呢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台呢 当口老板给的行情呢 是5150 然后我们来算一下啊 5150 再减去置换的2800 所以呢 这位粉丝的话呢 只要额外再补上 2350就可以拥有这台13Q 美版的无锁机器啊 而且这边呢 还有256G跟512G的都是远风蓝 大家比较喜欢的颜色 这两台呢 都是100%的电池 而且都是原装的啊 这一台呢 当口老板给的行情是5450 那么这一台的话呢 是512G的无锁板是5650 好了 那么本期的食品的话呢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家里有闲置的手机 都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处留言哦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